今天我们来写一下唐朝诗人杜甫绝句 这两首诗当中的第一首诗的第一句 《池日江山历》这五个字的诗句 大家一起共同来看一下 折笔是比较重的 这篇不要太翘 为什么说不要太翘呢 因为这里呢还有个周知旁 里面是个阳子 玄珍树 这一点呢会稍微比较高 下面的这个走指额呢还是有点距离的 那我们又在这里的时候呢 往下 说啊一定要记住了啊 这些小细节 一定要记住这一笔呢不要写的太长 写的太长的话就感觉这整个结构了 要往上了啊 半包裹住的这个结构 作为笔画简单的字能画一定要把它写厚重一些 这一笔画简单的字能画 这一笔画简单的字能画 加重 往下顺势收笔 其余的时候稍微细 收笔稍微重 这一笔呢 总体来说比较平 这个比较斜一些 它是可以对比出来的 这笔稍微突出 这笔稍微比较靠上一点 中间头部比较重 那么中间稍微比较细一些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例子呢 作为简体字 它的笔画呢 没那么多 但是呢 作为一个防底字的话 它还是 笔画和结构方面的话 有些人还是会长更不好的 像这里呢 一定要贴住 一步一步的贴住 不要分离的太开 不要出现太大的空洞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 这笔呢 就尽量锋利一些 这两笔的都比较锋利 这笔呢 可能会比较偏下一点 嗯 好 今天呢 我们对这例子 还有刚才写的这几个字 我们就写到这里 如果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评估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点赞 转发还有收藏